古代的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当他们需要利用这种力量的时候 巫术便成为了他们获得他的唯一途径 最初住持巫术仪式的巫师是部落的首领 他上达人意下传神旨 炎化的克制必须由巫师完成 巫师要住持狩猎仪式 祭拜猎神 在每次成功狩猎后 士组都会有重大活动 之后巫师就要把这一切克制在炎石上 一旦克制成功 他就成为人们的祭祀神灵了 他不是用一年 两年 甚至好几年时间才能克制成 所以说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 没有一个祭祀文化 那是克制不了 士族部落的巫师也具有师诚关系 这是个大小巫师的形象 他们双臂外伸 屈肘上举 很像是一只蛙 他们手脚上的法器 营造了祭祀仪式的神秘 舞蹈一直是祭祀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而这幅刻在独体岩石上的双人联臂舞蹈图 或许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诠释了无数祭祀仪式的细节 我们判断了第一 荷兰口是百方祭祀文化 是一个百方的一个圣地 第二是人类重要的活动的一个地区 这块巫师叫做拥抱石 左侧山壁上有着许多的人面像和一些正代破译的符号 中间的人面像头戴九根雨式 双眼还睁 獠牙外露 右上方圣代破译的符号是赫兰山岩画磨至最深的衣服 这个神秘符号中那深深的克草 包含了先民的虔诚与信仰的力量 一种对于生活的渴望 对于这个物质来源的渴望 它创造了这些虚无的东西 就是用无数的办法去擒活它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些动物演化 远古时代的人类 食物的来源就是狩猎和采摘 所以狩猎演化也是世界各地创作的主要题材 这一组演化描绘了一场激烈的狩猎场面 猎人拉弓射箭 追捕奔跑的猎物 动物中间这只体态较小的猎犬 传递出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懂得驯化动物了 下方椭圆形的神秘符号 是不是猎人为捕杀猎物而设下的陷阱呢 出现了手链 用弓箭手链的时候 一般我们认为已经进入新时期的时代了 有剩余产品可以圈养在羊圈里面 生产力发达 到了部族时代了 有剩余产品了 那么综火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们认为荷兰口的演化是一部技术 原始始祖时代的一部诗书 因为对自然的恐惧与敬畏 贤民们就开始神化自然 既然是大自然附于大地上的这些东西 它都认为都是有灵活的 因此对所有东西都进行出版 要万物有灵活 而在神话中 日为众神之主 于是就有了很多和太阳有关的神话故事 太阳神在中国的古典文化里面是没有的 太阳神是借用了外 尤其是古希腊的神话 包括一些最古老的历史文化上面叫日神 这是荷兰山口中一幅最美的人面相 人们叫它太阳神 它被克制在距离地面20米高的石壁上 是目前发现炎化中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幅 太阳神 双喉 双怀眼 我们初步有些专家认为 双怀眼一般代表神灵 神灵的神像 神灵崇拜的形象 太阳神的出现是神灵崇拜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不但明确了炎化克制的目的 还为我们揭示了先民们信仰的力量 和祭祀文化的秘密 可以这样说 我们看今天来看宴化 就是看故人在给我们讲故事 在讲古老的故事 在讲悠久的故事 在讲他们过去 怎么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怎么样在人世这个世界 我们下期见